眼前的这一幕是昨天山马选手们跑完后的场景 如果说他们刚参加完一场泥巴大赛 那一点都不夸张 因为他们确实就是在泥巴中奔跑 这里就是2020中国山马越野赛重庆乾江战 今年的比赛依旧设置了42公里个人赛 23公里个人赛及群众健身赛 共吸引了全国各地的1500余名选手前来参加 赛道完全依照乾江独特的地理特征来设置 选手一路上会途经岸河 天生桥群 间隙拳 古镇老街等路段 就连赛道的难度都是根据天气来决定的 一旦下雨 这条赛道就会让选手们既恨又爱 全程都在下雨 路段比较滑 有点危险 其他都还可以 对长距离来说 下雨的话会很凉快 所以说这个还是个优势呢 这位对雨水充满爱的女孩来自河南 今年24岁的朱冰盈 虽然年纪轻轻 但在山马圈 她算是拥有七年跑龄的老将了 这些年朱冰盈每次参赛的成绩也都名列前茅 而她自己也从在大自然的奔跑中体会到了自我的成长 感觉特别是对一些以后对我之后的做事 比较没有那么浮躁 浮躁感慢慢地下来了 能沉下心来慢慢地去做自己的工作 这个很重要 最终朱冰盈获得本站比赛42公里个人赛女子组第二名的好成绩 冠军被来自云南省的郑文荣以3小时30分39秒的成绩获得 42公里个人赛男子组贵州的骆涛以2小时51分59秒的成绩未免 感谢观看